Hello,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怎样修理洗澡盆流水不畅或者堵了 其实修理这个问题非常的容易 首先我们把这个堵头拧下来 然后我们用一根铁丝或者是一个金属的硬器 这样把它一点一点的掏出来 那么把它首先把它松动了以后 那么我们就可以伸手把它一点一点的拔出来 那么大部分都是头发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先松动了里边的一些堵的东西以后 然后呢,它有一些碎的零星的一些头发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它们一下子慢慢慢慢地抠出来 把它掏出来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水已经开始往下流了 那么一旦松动了以后呢 那个水就流到一定的程度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些头发 松动的头发 这时候我们可以慢慢地一点一点的把它们都掏出来 你看 这么多头发堵着 那当然它流水不畅的 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到 那么还有一些头发丝之类的一些东西 那么挂在这个堵 堵的这个横 一个实质的一个堵的上面 那么 那个在实质的这个堵 堵的这个地方呢 然后我们把它一点点的再清理干净 把它们把这些头发都掏出来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用一个再掏 那么一点一点的 有的时候那个它会挂在这个实质的这个铁的实质上面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继续抠一点一点的 那么只要有一个一根头发 那么我们就可以可能就拽出来一大卷这些脏的东西 我们一点点把它抠出来 那么抠出来以后呢 我们再用这个铁的东西 对这个墙壁 就是管道的壁 然后我们再清理一下 清理了以后呢 我们如果能拿出来就拿出来 如果拿不出来的 我们就用水把它冲走就好了 然后我们放水冲走这些脏的东西 那么清洗管道 那么可以看出这个水流现在是顺畅 没问题了 好 我们态势好了 我们测试好 然后我们冲洗一下我们这个洗澡盆的这个堵头 然后清理干净这个堵头 特别是这个胶皮的地方 我们要清理干净 那顺便呢 也把这个水继续冲洗一下管道 好了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堵头拧回去 然后我们拧好以后 拧到底以后 然后按一下 然后看看堵怎么样 然后再按一下 然后看一看它在松动怎么样 这样我们在态势里再测试一下 那么堵水怎么样 流水怎么样 就好了 好了 你看这么简单 这个流水不畅 或者堵水的问题 就解决了 你看多容易 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欢迎大家订阅 并转发给更多的人 那么你的小小的一点帮忙 就可能帮助我们去做更多更好的视频 欢迎大家浏览本频道 分享美国生活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